南韓檢方17號清晨 逮捕三星集團副會長李在榮 是三星成立79年來第一次 有最高層管理者被捕 檢方指控李在榮為確保 旗下企業順利合併 並鞏固經營權 承諾向總統蒲錦慧 及總統密友崔順時 提供430億含還 約新台幣11億的匯款 檢方曾在1月份申請逮捕令被駁回 這次掌握新市證才申請成功 但未來20天內必須決定起訴與否 同時三星也在討論該如何因應 美國總統川普16號舉行上任後的 第一場個人白宮記者會 除了痛罵媒體對他充滿恨意 也怒斥爛法院 裁定穆斯林禁令暫停執行 持國家安全備受威脅 不過美國司法部表示 本來槓上聯邦法官的白宮 準備在下星期發布新命令 修改正義不斷的穆斯林七國禁令內容 因此已經撤回之前提出的抗告 以免歡思打不完 巴基斯坦南部信德省的一處清真寺 16號遭到自殺炸彈攻擊 造成75人死亡 200人受傷 是近兩年來 八國最嚴重的恐攻事件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 已經宣稱犯案 當時有數千人在清真寺進行宗教儀式 加上當地醫療資源缺乏 導致死傷慘重 當局懷疑這次攻擊行動 是來自阿富汗的IS戰士所為 因此事後暫時封鎖阿富汗別界